其實剛剛講到說那個貴婦 是 其實我鄉親友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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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所以真的要小心 是 你知道他騙多少錢 多少 我有個朋友被他騙四億 真的好多喔 嘟嘟好 真的 這種太多了 然後他最主要就是說 他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不疑有他 因為他會講一個讓你覺得 他的身分 他的專業 好像很了不起 然後後來吃飯的時候 夫妻就一起出來 那什麼活動他都會參加這樣 像比方說過年他也會送禮 然後那送的禮其實還不差 比方說都一定送日本的水果 或者是送貴的紅酒 這樣量不會多 你就覺得他很精緻 後來大家會邀他出遊 一起出國去出去玩 一起打球 這樣子 那 後來呢 連打牌也找他進來 後來大家就變閨蜜 女生跟女生 是 閨蜜以後你就很信任他 因為老實講他也展現出 他處理事情的能力 所以有一些人覺得那個家裡的事情 我們不容易處理的 會找他幫忙 已經這樣子 就要深入到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覺得他平常就在找獵物 只是你不知道 對 那後來呢 連購物逛街 你什麼東西買不到 他竟然有辦法去幫你買 沒有戒心了 對 就沒有戒心了這樣 那後來他就跟他說有很好的投資機會 所以慢慢的一步上工 很多人都借他錢 但是他不是每一件都沒還 他覺得我還了 會有信用 是啊 可以釣到長江 釣大魚 對 最多的有一個朋友 後來他借了四億沒有還 四億耶 好可怕 會好嗎 當然也不會好 怎麼會好 不是 我是說這個人這樣騙 會好嗎 當然真的會好 對 怎麼會好 這是對他來說是一個事業 事業 但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人在培養他對我們 就是我們對他的信任 對 這個事情要很小心 你知道嗎 鄭大哥 我剛剛還沒有跟大家聊到的 一個這個事情 真實的事情 也是我一個貴婦圈的朋友 我真的 他真的手法跟鄭大哥 這個朋友很像 那但是他是一個理專 非常資深的理專 然後我這個貴婦朋友 我必須要講說他們家有頭有臉 甚至是後來其實他應該算是 他的姐妹 就是真的是家族的姐妹 是最早引進台灣那種 這種貼身 那個女生護理用品的 現在在網路賣得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家族 那我先講他當時 事業也做得很好 然後在台灣本來有房地產 然後但是他後來要到國外去 去發展 他就把他的所有的這個資金 做一個整合 那因為就是平常你知道嗎 擲甘情 跟我說那個理專這樣 對出 對淋 然後老實講 已經這樣子就培養了大概三年 三年的時間 那你是不是慢慢的 你覺得把他當家人跟親人 那我先講 到後來這一個 這個貴婦 他就到飛到國外去 飛去大概一年多 他就把所有的東西 你會覺得怎麼可能這太瘋了 鄭大哥 硬件包括銀行部 所有的東西都交給這個 所謂的銀行理專 後來變他的閨蜜 全部他全權處理 我跟你講他後來 你知道他當然一段時間 都給他報表 後來發現都是假的 你知道嗎 前前後後才一年多 十幾億沒了 然後是四億對不對 十幾億 那我先講就是說 現在還在打官司 現在在 因為後來他覺得 因為他沒有辦法接受 是說你銀行 比方說你做所謂的買賣投資 不管股票各方面的 你是不是應該要看到本人 你沒看到本人都是這個人 拿這個硬件跟這個婆子 那你怎麼可以讓他過 而且是這麼大筆的 金額的來去 可是銀行現在 後來為什麼銀行到現在 一直是勝訴的一個狀態 一直打官司 因為我們就只認這個 我怎麼有辦法去說 你是什麼人 每個都去這樣子對 可是總而言之 你看就為了相信這樣 這是不是一個行李 剛剛鄭大哥問的 才三年 四 大概五年 十幾億 然後他現在真的無家可歸 光是律師費 這十幾年的 他又到處去借去弄 因為他不甘心 這個都是一輩子的心血 就這樣被弄掉了 是 這個我們其實 我們社會上相處 我們通常都不宜有他 可是老實講 信任的結果竟然是這樣 對 其實詐騙的人 通常都是要很會取信於你 像剛剛大家說的貴婦 我真的覺得貴婦很容易被騙 是因為他們很愛面子 然後在夫家 可能是靠著夫家的錢 然後來壯大自己 我有遇到的就是 小孩的學校的家長 那在念都是念很好的學校 知名的學校 然後貴婦 貴族的學校 然後每天都是大 全部的那個家長 都是穿名牌 然後開名車 帶小孩去上學 然後慢慢家長圈就會越來越 常常互動 尤其是媽媽彼此就會約著 小孩去上課 媽媽彼此約著喝下午茶 然後一起去買東西 然後一起聊天 那這個家長他很厲害 他一口流利的日文 他是在感覺 他是跟日本非常熟悉 然後他也住得很好 穿得很好 各方面都很好 然後常常分享很多 日本的一些文化投資 一些觀念給他們 那大家越來越熟之後 有一次他也是告訴他們說 有一個非常好的 好的一個投資的標的 你們要不要投 那幾乎這些家長 這些媽媽 貴婦的媽媽們 他們每個人就會開始投資 金額開始沒有很大 可能幾百萬日幣 然後慢慢的又多一點 從四百萬日幣 到八百萬日幣 然後到金額越來越大 那等到一開始的時候 這些貴婦媽媽 還有拿到一點利潤 然後後來就發現 這個媽媽後來就沒有 再給他們任何利潤 可是小孩還是在 同樣學校上課 所以大家都不會覺得 你孩子都還在這裡上課 你孩子還在這裡 你也不可能騙我們吧 可是他真的就騙他們 就詐騙 然後可能這些貴婦媽媽們 雖然損失很多金錢 但沒有一個人敢報警 也沒有一個人敢說出來 因為這些錢可能都是 自己的私房錢 所以因為害怕被罵 也害怕面子不好掛 所以最後都是沒有講出來的 然後孩子還是在 同樣的學校上課 所以有些時候 你也會覺得有些人 他們真的好容易被鎖定 被有心人鎖定 那陳毅請教你 據說玩超跑的人 裡面也有騙子 超跑超多 超多騙子 因為是這樣 超跑這個族群 其實它也是滿封閉的 那它的入門票是什麼 你必須要有一台超跑 對 那但是你超跑入手 其實它價格就分很多 我們型號先不論 它至少也有分成水貨 貿易商的 也有總代理的 那當然總代理的新車 大概是最貴的 你去蒙地拿 哪邊買 是最貴的 然後但是它也會有二手車 那如果是二手的貿易商的車 可能就會更便宜 但我的意思不是說 貿易商賣的是什麼 假車什麼之類 那車都是真的 但是貿易商它有一些的車款 因為你沒有很瞭解 那個車其它漲的都差不多 你看保時捷 保時捷有從兩三百萬 到上千萬的都有 但是你分不出來 但是你開出去 你看看後面那個字 對 它可以換 那個可以改 那個可以換 但是你很瞭解車 你當然會知道 你看引擎什麼 以前有藝人 明明賓是三二零改成六百 都有啊 有三二零 有 有 有 聽到電視來問說 對啊 做場面 我們知道 有兩種 如果拐頭嫁有沒有 都是六百貼三二零 因為會怕人家知道 它有身價 對 年輕人有時候會把 三二零貼成六百 對 還貼AMG這樣子 對 所以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他們拿到一張入場券 他可以進去這個俱樂部裡面 那進去俱樂部裡面 你就認識這些超跑的 這個有錢人也好 對 人賣就可以起來了 那在裡面 大家熟絡之後 就會做一些 比如說車子的投資 通常最慘我聽到就是說 我們來投一家車行 我們來買賣超跑 那中間 因為超跑中間的獲利 其實也滿多的 他們就做一個買空賣空 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或者請他們投資一些改裝品 對 改裝品之類的 然後這些人也不宜有他 就會投錢給他 其實然後再來就涉及到 他們家的一些房地產什麼 我們之前知道的一個就是 他所有的車後來發現 都是租來的 都是租的 他因為他一直換 兵力也有 勞斯萊斯也有 車有夠多 他還把車牌有處理過 你比較看不出來 他就打進 租的看得出來 對 租的看得出來 所以他打進這個圈子之後 他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有時候你發現說 我有一個朋友是在開超跑出租的 你想說超跑出租 跟那些高級車是誰會去租 一般你會覺得婚傷喜慶 對不對 我跟他們說錯 婚傷喜慶其實是最少的 通常會去租有幾個 就是第一個要開去給人家看 銀河場面要救急要衝傷 還有一個是追女孩子的很多 我聽到我也覺得好特別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些 譬如說 真的開超跑女生就會上溝嗎 我跟你說 他一次租是租一個禮拜 他有一個客戶 以前不是說放收拾就好了 對 放收拾就好了 有車子在打得中 多久不開車 放收拾 他有一個 他出租給一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因為喜歡上一個 在一個酒店上班的一個妹妹 他想每天去載她 跟她講說我有叉叉叉跑車 就跟她租了一個禮拜 他都是拿 因為那個是每天要結帳 他都拿錢去租 然後追到之後就把車還了 跟我說我車賣了 這種客人其實滿多的 其實很多 超跑一天租到多少錢 上萬 要看車型 有些兩三萬三四萬都有 對 一天要三四萬 有 那種新款的最新的都有 但是我那個朋友其實也很衰 那個租超跑出租 他說利潤很好 可是風險也很高 他最後有一次他有一台車 被租了之後開到台中 開到台中之後到一個某個地方 因為他們有GPS 有定位那個車子 就不見了 就到地下室去不見了 後來那個車主回來 就發現人眼人間蒸發了 他們就整個人為代表 滾下去 去找 找了之後後來就好不容易 就在那個附近 真的找到那台車 就把那個人壓起來 壓起來 就我朋友被抓進去 關了一陣子 出來就開正常車行 那他要幹嘛 那個人消失又幹嘛 沒有 他就是要偷那個車子 他就是要把那個車子 給他偷走 其實是不好洗 但是就是年輕人或什麼之類的 他就是要把他那個車子 那小代想加入你們的超跑車隊 多少錢的車可以加入 多少錢 看他加哪一個標籤的 我加好幾部 單車 最整個超跑車隊最整個多少 最整個最億的 他能夠有上億的 我又說請問 有 我不好意思 這計較 不過上億的 因為標籤物比較大 所以通常最常出現的 大概在一千萬到三千萬 中間的這個車款最多 因為你購業沒幾隻 所以你要幾千萬 跑車去人也看不到 你要有一個說 我是做什麼 我是做什麼 至少你才能夠跟他們 因為像法拉利有法拉利的 Lamborghini有Lamborghini的 那個都是不一樣的 也有那種什麼 不同的什麼超跑混種的 也都有 那都是很多的 我看那馬自達也有兩門的 那個藏門的 馬自達也有 那也有 那都 那也有 那也可以加入 你那是什麼表情 馬自達也很讚 不過詐騙不會去買馬自達 因為那都是半甘情的 他詐騙他一定會去超跑 他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超跑車隊裡面的 也很複雜 對 所以大家其實都會有一些 小圈圈說 這個人大家也會 憤怒小心一點 大家其實久了也會知道 說你開一個奇怪的車過來 要跟我們當朋友 大家也會有一點點戒心 所以Lamborghini的車隊 如果我開法拉利 不容易進去 對 法拉利的車隊 我開保時機也不容易進去 對 我之前有一個阿伯 阿伯車友 因為我們在跑山 那阿伯車友 就開了他的那個Lamborghini 停在旁邊 就看到幾台那個馬 因為現在的馬 馬就是法拉利 馬的話年輕人現在稍微多一點 那個阿伯就手插在那邊 沒有四張的 我不可以 他都要四輪傳動 因為Lamborghini 有些四輪傳動 馬有些他們沒有的 然後他說 我不可以 所以他們是壁壘分明 你如果一個聚會 你又看到 Lamborghini看不去法拉利 也不是 就是 某些人 某些人 對 因為開超跑 他們都會有一種優越感 Lamborghini是牛 對 是牛 所以有些聚會 你看一堆牛在那邊 你法拉利進去 應該大概 沒有 那太低了 那個我做不習慣 那個底盤太低了 不舒服 我不是沒錢 我沒錢 沒錢 好痠喔 治癮膜 痠不進去 OK 好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